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长寿一直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很多人的追求,自古以来不管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民众,都想让自己拥有更长久的寿命。 它一直是人们永恒的追求,而长寿的关键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日常的一些习惯以及饮食。 虽然并非人人都能长寿,但是实际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寿老人扎堆在那里,而他们的长寿秘诀其实很简单,只靠一样我们平时都会在吃的食物。 广西鹤州有一个长寿村,是世界五大长寿村之一,村里有近五百位长寿老人。 很多人都好奇,为何这个村落的人寿命如此之长? 除了得天毒后的地理气候以外,其实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比如,他们几乎餐餐离不开他们的长寿之宝,芋头。 想要长寿,脾胃首先要健康。 中医认为,脾胃乃厚天之本,一旦脾胃虚弱,势必影响营养的吸收,自然身体的免疫力也会低下。 而秋冬是养脾胃的最佳时期,又是芋头大量上市的季节,朋友们抓紧吃起来。 芋头可天天吃,比土豆红薯都要强。 红薯,功效更侧重于润肠通便,它含有一种氧化酶,会在肠道里分泌出大量二氧化碳,再加上含糖量高,吃多了容易引起反酸烧心,所以更适合脾胃正常的人食用。 肠胃越不好的人越不建议多吃。 土豆,富含膳食纤维,但多是不可容性膳食纤维,虽能加快肠道蠕动促进排便,但多吃亦引起脏气甚至便秘,食用时需注意多喝水。 芋头,功效偏于益气健脾,其所含的膳食纤维多是可容性膳食纤维,每天吃也无碍,脾胃虚弱者也可以食用。 总的来说,养脾胃,红薯,土豆,都不如芋头。 小芋头大作用 1.养护血管 芋头中可容性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丰富,几乎是金米白面的四倍,可容性膳食纤维可吸附血液中的血糖和胆固醇,延缓仓后血糖升高,降低胆固醇水平,对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 2.保护牙齿 芋头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例如钙、磷、铁、钾、钾、铭、钾、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C、B组维生素、造脚带等多种成分,尤其是腹的含量较高,而腹有节齿防曲,保护牙齿的作用。 3.提高肠胃功能 本草纲目记载,芋头易脾胃,调中气,化淤散结,内含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可以润肠通便,防止便秘,还能中和胃酸,化油解腻,促进胃肠蠕动,辅助调节消化不良。 4.辅助降血压 芋头所含的钾比其他根筋类植物等都要高,因此多吃芋头还可帮助,排除身体多余的钠,从而辅助稳定血压。 5.提高免疫力 芋头中含有一种粘液蛋白,被人体吸收后能产生免疫球蛋白,或称为抗体球蛋白,这种物质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6.防癌抗癌 芋头中富含丰绵免液蛋白,能产生免疫球蛋白,提高集体的免疫力。 可作为防癌抗癌的常用主食,芋头加仪物,功效翻一倍。 芋头配菌菇,控血脂。 芋头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脂肪含量非常低,用它代替主食,有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4.菌类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抑制脂肪,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控制血脂。 5.芋头配排骨,补虚健脾。 芋头性贫,有意味健脾,甜筋溢水的功效。 5.排骨是补虚的好食材,和芋头搭配强化健脾味的功效。 5.芋头还能解排骨的油腻。 6.芋头配肌肉,爆肝护肝。 7.芋头中的淀粉糖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功能,肌肉富含蛋白质,也是肝脏离不开的营养素。 8.再配上富含粗纤维的窝损,润肠通便,减少肝脏解毒的负担。 8.芋头配红糖,暖宫止痛。 9.红糖可以暖宫活血,配小芋头做成甜品,有暖宫屈寒的作用。 9.尤其适合女性经期或者月经前吃,可以止痛,缓解经期不适。 9.红糖育苗做法。 1.挑选小芋头育苗去皮,或者大芋头去皮切小块,放入开水中,超煮一下捞出来备用。 9.重新起锅,加入清水煮芋头。煮沸后转小火炖煮10分钟。 3.放入红糖搅拌均匀,芋头煮至软糯。 4.出锅即可食用,也可以撒上一些桂花、白糖增加香味。 芋头虽好,也有中毒风险。 1.如何挑选一颗好芋头。 观察外表。 挑选芋头时,剥开表皮的皮毛看一看,芋头里是否有发霉腐烂、硬化以及干瘪的情况出现。 2.检查新鲜度。 一般新鲜的芋头是比较硬的,如果发现芋头较软,说明这种芋头很老,或者说放置时间太长。 3.检查芋头根须部位。 主要使用刀将根须部位切开。 切口处会出现一些入白色的粘状液体,用手轻轻粘住这些粘状液体。 如果年夜十分浓稠,且呈现细腻的白色,还能够快速干结成白色小粉,这样的芋头品质就很好。 2.生芋头有微毒,不可生吃。 古代医学家陶红锦就说过,芋头生食有毒,吃了生芋头以后,青年夜会自己咽喉,引起口舌发麻,肠胃不适。 而年夜中的毒素在经过高温后即可消灭,所以只需将芋头煮熟,就是健康无毒的。 3.为何处理芋头时会手痒? 生芋头之夜里含有一种名为,芋奶灶带的化学物质,对皮肤有刺激作用。 它们一旦与人的皮肤接触就会令人起痒无比,即使反复抓挠,也无法消除阳感。 建议在处理芋头时需戴上手套。 如果不想戴手套,则可以在芋头取皮之前,先用盐或醋均匀地涂抹在双手以及手腕部分。 自然晾干之后,再把双手放在炉火上方,稍稍烤一下。 经过这样的处理,再弄芋头时就能免去手痒的苦恼。 芋头再好,两种人也不建议吃。 1.糖尿病人 芋头所富含的淀粉种类,摄入体内后亦转化为糖类,容易引起血糖升高,不利于血糖控制。 故,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芋头。 2.过敏性体质者 芋头含有亦引起过敏的一些物质,建议过敏体质患者,如蕁麻疹、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别吃芋头。 3.小而实质,肠胃功能见佳的人 芋头中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孩子的肠胃比较娇嫩。 如果在消化不良的时候,再吃芋头会加重病情。 4.肠胃湿热的人 肠胃湿热是中医方面的一种说法,比较多出现在我们的消化道上面。 4.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是平时吃饭不规律,饮食上过于油腻,很容易导致热血入侵。 5.这样就出现了肠胃湿热,尤其在春夏,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很高。 5.总之我们知道,衰老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自然规律。 6.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器官会出现衰退的表现。 6.而胃口不好成为了很多老年人存在的问题。 6.胃口不好,当然没办法好好地饮食,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 7.所以,我们想长寿一定要先调理脾胃功能。 7.而之前提到的长寿之宝,芋头,作为秋冬最佳菜,不仅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还是长寿村的长寿宝。 7.每天吃一吃,也许下一个长寿老人就是你。 7.平时看到金黄色的炒饭,不但色泽诱人,而且香气扑鼻,它不仅味道上加,还十分养人。 7.更重要的是,具有出色的抗氧化作用,因为其中添加了堪称癌细胞天敌的姜黄粉。 7.近年来,姜黄被视为具有抗癌保健功效的佳品,其中的有效成分姜黄素是优良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减缓发炎,抑制癌症活性。 7.此外,姜黄精油还具有抗菌功效,有助于改善,过敏不适,对肾脏问题有很大注意,能改善血尿,蛋白尿等问题。 7.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姜黄素似乎有助于化学药物专门针对癌症干细胞,增强药物的抗癌能力,同时减轻副作用,包括奥沙利博引起的神经病。 8.另一方面,姜黄素的副作用很小,仅涉及轻度、胃肠不适和口干。 8.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姜黄素是一种安全耐受的辅助治疗剂。 8.材料,香米三杯,水三杯,鸡翅三支,将黄粉两茶匙,咖喱粉二分之一茶匙,椰浆二分之一杯,香茅三根,老浆树片,盐和椰丝少许。 8.做法,将香米洗净,加入水,鸡翅,将黄粉,咖喱粉,及盐搅拌均匀,把姜片,香茅铺在香米汁上,放入电饭锅烹煮。 8.电饭锅按键弹起时,掀开锅盖翻动米饭并淋入椰浆,再继续焖熟二十分钟,即可食用。 8.米饭作为人们的日常煮食,几乎天天都要食用,看似平常的米饭若添加一物,不但美味可口,还具有抗癌奇效。 9.那便是燕麦,燕麦作为一种骨类,其功效也不可小觑。 9.每天煮饭时加入一把燕麦,长期坚持,能够减少患三高和心脏病的概率,连医院都少去了。 9.对中老年人尤其有益,那么燕麦的好处和作用究竟有哪些呢?又有哪些燕麦的做法呢? 9.燕麦的功效十分出色,能够有效预防感冒,防治三高,防癌。 9.这与燕麦中的杯的蒲聚糖密切相关,燕麦的好处,预防感冒,杯的蒲聚糖能够显著增强,免疫战士,巨石细胞的活力,快速杀灭入侵的病毒,细菌,真菌等致病微生物,帮助人们远离感冒等感染性疾病。 9.防癌,杯的蒲聚糖能杀灭肉瘤细胞,黑色素细胞等恶性细胞。 9.对肝癌,乳腺癌的抑制率可与抗癌药物媲美,且无任何毒副作用,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功效,降低胆固醇。 9.美国专家表示,高血脂患者若每天摄取3到4克杯的蒲聚糖,可降低坏胆固醇8%,同时心脏病发做危险可降低10%到12%,调节血糖,杯的蒲聚糖的高粘性可抑制味的排空。 9.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从而有效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对糖尿病有一定的抑制和预防作用。 9.保护肠道,燕脉中的杯的蒲聚糖不能被人体吸收,在大肠中发酵,产生饼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抑制腐败菌,促进益生菌生长,维持肠道均群平衡,防止腹泻或便秘,抗辐射。 9.蒲聚糖通过促进造血机能,增加白细胞,红细胞的生成,降低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9.美国空军放射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实验显示,给小白鼠以致死剂量的辐射处理,事先口福杯的蒲聚糖的受试鼠有80%完全不受辐射影响,燕脉的适用人群。 1.一般人群均可食用,是以产妇、婴幼儿、老年人以及空勤。 2.海勤人员食用,是以慢性病人、脂肪肝患者、糖尿病患者、腐肿患者、习惯性便秘者食用。 2.是以体虚自汗、多汗、易汗、倒汗者食用。 2.如何击破致癌因素,维持正常体重。 3.研究表明,肥胖与多种癌症有关,如乳腺癌、大肠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肝癌、胰腺癌等。 3.因此,需维持正常体重。 3.体重指数应在18.5到23.9之间。 4.女性腰围不宜超过80厘米。 5.男性腰围不宜超过90厘米。 5.多运动。 6.保持适度运动能降低患上大肠癌、乳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风险。 6.减少久坐和久躺时间。 7.每天运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 7.每周至少坚持4到5天。 7.坚持中等强度运动。 7.积心率提高到最大心率的70%到75%。 7.少吃肉多吃菜。 7.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 7.每周红肉摄入量不应超过500克。 7.如牛肉、羊肉和猪肉等。 8.避免食用蜡肠、培根或腌肉等。 8.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9.其中含有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化学物质。 9.具有防癌功效。 9.每天保证摄入500克不同种类的蔬菜和200克水果。 9.粗粮和细粮搭配食用。 9.煮米饭时可加入适量黑豆或燕麦。 9.戒烟现酒。 9.吸烟对身体的危害远超想象。 9.不仅会引起肺癌,还会导致肝癌、食管癌、口腔癌等。 9.无论哪个年龄段戒烟都不晚。 9.及早戒烟至关重要。 9.酒精被列为致癌物质,会增加患上食管癌。 9.肝癌、口腔癌、大肠癌等的风险。 9.同时也会引起一线癌、肺癌等。 9.因此,尽量少喝酒。 9.最好滴酒不沾。 9.做好防晒。 9.阳光中的紫外线虽能杀死皮肤表面细菌, 9.利于维生素地合成,促进肠道对矿物质吸收。 9.但过度照射会引起肌底细胞癌、 9.黑色素瘤以及磷状细胞癌等。 9.晒太阳应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时间段。 9.出门前30分钟涂抹防晒霜。 9.穿防晒衣、戴遮阳帽等进行防晒。 9.尽量避免接触PM2.5。 9.雾霾天气出门时需佩戴PM2.5防护口罩。 9.有条件的话,可在家中放置空气净化器。 9.不要在室内吸烟。 9.不仅伤害自己,还会危害家人。 9.做饭前,打开油烟机且保持厨房空气流通。 9.尽量通过蒸煮炖来烹调食物。 9.煎炒时控制油温。 9.优先选择厚底锅。 9.用小火。 9.炒完菜后继续排气5到10分钟。 9.排出残留在室内的油烟污染物。 9.在日常生活中需积极预防各种感染病菌。 9.尽量接种HBV疫苗和乙肝疫苗。 9.注意个人卫生。 9.避免不节性生活。 9.有性生活的女性需每年做一次宫颈癌筛查。 9.注意饮食卫生。 9.饭前仔细洗手。 9.不能通过嘴对嘴的方式喂养孩子。 9.减少在外吃饭次数。 9.家庭中采取分餐制或使用宫勺宫筷。 9.餐具定期消毒。 9.若出现胃痛、口臭及反酸等症状。 9.应去医院做HB感染和胃静筛查。 9.避免吃半生不熟食物。 9.避免受到乙肝和饼肝病毒感染。 9.一个癌字三个口。 9.可见饮食与癌症有着紧密的联系。 9.吃错了会引爆癌症的导火索。 9.吃对了则能起到防癌的功效。 9.美国顶尖肿瘤医疗机构在最新实验室和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9.发布了一本《面向肿瘤患者的全英文版》草本抗癌指南, 9.对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植物性食物。 9.中药材和营养素与癌症的关系给出了最新最权威的解释。 9.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9.基于常见鱼肉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等,可滋补身体,消除水肿,增强心血管疾病预防能力。 9.胺基酸和脂肪液被人体吸收利用,还含有预防糖尿病和抗肿瘤的作用。 9.燕麦。 9.燕麦是一种低糖,高营养食品。 9.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健康食物中燕麦位列第五,是唯一上榜的股类。 9.它具有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防治大肠癌,防治心脏疾病的医疗价值和保健作用。 9.不过,购买燕麦最好买纯燕麦,而非加工燕麦产品。 9.大豆。大豆中含有大豆义黄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膳食摄入大豆义黄酮较多的人群中,乳腺癌。 前列腺癌和截止肠癌的发病率显著降低。 不过,大豆类制品的做法丰富多样,制作过程中营养素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9.卤笋。卤笋中含有的天门冬仙案和多种栽体造肝等,对防治癌症均有一定效果。 9.卤笋。卤笋性寒,胃肝苦,有健脾益气,滋阴润造,生筋解渴,化痰止咳的功效。 卤笋是一种药食兼移的蔬菜,含有丰富的糖类,蛋白质及多种维生素,天门冬仙案和多种栽体造肝。 1.叶酸。甘露聚酯作为卤笋中特殊的营养成分,对防治各种癌症均有一定效果。 2.苹果。苹果胃肝。微酸。性贫。具有生筋止渴、清热除烦、润肺开胃、一皮纸屑等功效。 据研究表明,苹果多酚能降低结肠癌。 3.肝癌。乳腺癌等癌细胞的增值作用。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柔酸、果胶、膳食纤维等特殊物质。生果胶可软化大便,膳食纤维又起到通便作用。 4.蘑菇。蘑菇是锡的良好来源。锡是一种有效的抗癌矿物质,尤其适用于前列腺癌。 此外,蘑菇含有丰富的抗病植物、化学物质。 据研究,经常食用蘑菇的中国和韩国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较低。 这六种食物已经被列入到了致癌名单当中,建议大家少吃为妙。 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在饮食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供随意挑选。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并非所有食物都对身体健康有益。 有些食物虽然味道可口,却隐藏着诸多安全隐患。 若经常食用这些食物,可能会增加癌症的发病几率。 尤其是这六种食物更是已被列入致癌名单。 建议大家尽量少吃,腌制食物,提到养生早餐。 很多人会想到白粥配咸菜,而咸菜属于腌制食物的一种,虽然它们口感较好。 但其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物质,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与某种化学物质发生反应, 转化为强制癌物质,亚硝岸,隔夜菜品。 隔夜菜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对于一些比较节俭的家庭,隔夜菜更是餐桌上的常客。 殊不知,隔夜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要知道,隔夜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本身就比较高,经常食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还会诱发癌症。 煤变食物,随着夏天的来临,温度越来越高,很多地区的温度已达到30度以上甚至更高。 在高温下,很多食物特别容易出现煤变,有时仅仅几天就发生了变化。 当食物发生煤变后,千万不能继续食用,应尽快丢弃。 因为这种煤变食物中含有黄蛆酶毒素,属于强制矮物。 油炸食物,当我们行走在大街上时,经常会看到一些卖油炸食物的小商贩。 明明只是一些很普通的食材,可经过油炸之后,就会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 这种味道让人忍不住驻足购买。 虽然油炸食物的口感确实很好,但不建议大家长期食用。 因为这些食物在油炸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从而诱发癌症,滚烫食物。 在吃饭时,很多人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趁热吃,要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乍一听这句话,确实有点关心的意味,但其中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 要知道,我们的肠胃系统非常脆弱,如果经常吃滚烫食物,就可能会刺激肠胃系统即消化到粘膜。 从而增大食管癌的发病几率,高脂肪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一些高脂肪食物。 这些食物包括动物脂肪、奶油、肥肉、坚果等。 由于这些食物中的脂肪含量非常丰富,长期食用会加重人体负担,还会诱发卵巢癌、大肠癌等多种癌症。 虽然高脂肪食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并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只要控制此类食物的摄入量即可。 癌症相当可怕,但我们生活中又偏偏充斥着许多致癌物以及一些容易致癌的习惯。 许多致癌物质或容易诱发癌症的行为并不会在短期内使癌症发生,但长时间如此,就会让人患癌风险大大增加。 比如,致癌小习惯一,久坐不运动,现在的上班族基本每天都坐八小时以上,有的甚至一天坐上十个小时。 回到家后,也是坐在电脑前刷具,久坐会引起许多健康问题,更可怕的是会致癌。 数据显示,比起经常运动的人,久坐者患结肠癌的风险高40%到50%,另外,缺乏锻炼和长期久坐也可能导致乳腺癌和直肠癌。 有报告显示,更高水平的体肠锻炼可以让乳腺癌和直肠癌的风险减少25%到30%,最好是每坐45到6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致癌小习惯二,经常熬夜,熬夜有很多坏处,如导致冠心病、中风、心血管疾病等,而且长期熬夜也会致癌。 有研究指出,女性长期熬夜,患乳腺癌的风险是不熬夜者的五倍。 所以,平时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睡眠充足,晚上不熬夜,致癌小习惯三,红肉吃太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加工肉类列入一叶类质癌物,包括熏肉、腊肉、火腿等。 另外,羊肉、猪肉、牛肉等红肉也被归为疑似致癌物二级,那么该吃多少为宜?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平均摄入的触勤肉类为40到75克,并以鸡鸭肉等白肉为主。 如果某天吃红肉太多,接下来的几天要吃清淡点来调和,致癌小习惯似,常喝太热的水,趁热吃喝是中国人的一种饮食习惯,不管是茶、汤还是食物,我们都喜欢热的。 但这也是许多人患食道癌的原因,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会损坏食道表面的粘膜,长期如此,致癌几率就会攀升。 所以,平时喝冷水优于喝热水,如果不习惯太冷的,那就喝温水,致癌小习惯物,常吃烧烤,烧烤食品含有强制癌物。 首先,烧烤的各种肉类都会腌制,容易产生过量的致癌物压消酸盐,烤焦的肉上面也含有强制癌物本饼皮,致癌小习惯6,暴饮暴食,经常大吃大喝,体重就不容易控制了。 而肥胖和许多种癌症相关,肥胖可能增加患肝癌,胆囊癌,肾癌,结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的风险。 所以就算不是为了好看,那么为了减少致癌风险,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致癌小习惯7,吃烂水果。 烂水果里已经有细菌的有害代谢物,如果发霉了,还会含有黄曲霉素,这是一种强制癌物,食用后可能会致癌。 当然,也没有多少人会吃烂掉的水果,但有些人比较节俭,会把烂掉的部分削去,吃没烂的地方。 但是这些外表正常的水果,其实也有可能感染了有害菌,所以最好别吃。